昨天下午4点钟 台风太厉袭击广东阳江时的情景 阳西沙巴前置点的消防救援人员 在出警清理树木归队的途中 遇到一市民骑摩托被台风刮倒 在广东湛江 昨天下午5点左右 一辆小轿车在行驶过傍晚7点左右 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 伴随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伴随着台风太厉逐步靠近海南省东部沿海 海南多地也出现了强风雨天气 局部地区出现了暴雨甚至大暴雨 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在海口 文昌 三亚等地前置 北海市再次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率有十几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 目前泰地位于广西防尘港市境内 强度减弱为热带风暴级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九级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 已经将台风预警降级为黄色 预计未来十天 西太平